看到淼淼一句话安慰因长痘自卑的波比婷 才明白正开取道她才真的是取道宝 谁懂淼淼这真诚又温暖的运气 她不是敷衍的回答 而是用郭碧婷的优点抚慰她的交流 温柔强大又能给身边人提供情绪价值 难怪苗苗能让一向独来独往的郭碧婷 发生小女孩无时无刻都拧着她 其实苗苗和郭碧婷之所以能够成为好朋友 是因为他们两人一直都有共同的爱好 同样的温柔善良又都喜欢在田园种彩 就连向太都说真的向往平凡生活的人才是单纯 从前觉得苗苗能嫁给郑凯是高攀了 如今看来郑凯能娶到单纯又干净的苗苗 才真的是八辈子秀来的福气 别看苗苗外表深交体购 其实她一个人能撑起一整个大家庭 之前郑凯在外打拼事业苗苗怀在家养胎 明明自己挺着大肚子行动损不方便 但她却从来不会忽视大女儿对的照 等到二女儿生出来之后 苗苗更是一个人被分成两个忙 照顾大女儿的同时还得看着二女儿起 同样的琐事搁到别人眼里早就抱怨了 但苗苗却只是跟郑凯满眼效益的选拟 虽然一个人在家带娃是真的辛苦 但苗苗却从来都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尽管产后付出 她也并不会留恋于工作 而不是家庭 那肯定是家庭比较多的 也是因为孩子的很多事情 也没有办法抽生出来 抽妈妈 孩子的很多事情都是要亲密亲为 然后呢 现在孩子也稍微大一点 我觉得可以工作的比重会占得更多一点 并且苗苗对郑凯的爱意更是没得说 所有人都在提醒她要提防郑凯 但苗苗却一次次表示自己不服务结婚 其实苗苗在婚后也因为家庭的原因 这叫做很多工作啊 有个后悔吗 当然不后悔 当然不后悔 后悔没有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 也许正是因为苗苗对郑凯真心一代 所以她结婚多年也逐渐被老婆吸引 上节目别人猜徒毫无头绪 郑凯一眼就认出了这是自己的妻子 二台 没有 三人 我问一下来过我们吗 苗苗 所以郑凯和苗苗怎么能不算是双向奔赴呢